第十三回 昨天我说到阿端自从见过晚霞之后 整天都想念着他 茶饭不思,教夜睡不好 竟然得到伤丝病 蟹婆婆,万共为他煲药条子 一日跑来照顾他三四云 十分周到 但是阿端的病一点都没有好转 蟹婆婆就很担心 也想不出什么办法来医他 他叹着喜吵哗 唉,吴光王,他就来要做仇了 你的病又未曾好 那怎么办呢 一日黄昏 有个小孩来看阿端 坐在阿端的床前谈谈住 他自己说是蝴蝶步的 他静静问阿端 喂,你是不是因为想晚霞想到病啊 阿端很诧异地问 你又怎么知道呢 那个小孩就笑着说 晚霞都跟你一样啊 阿端难过地从床上坐起身 问那个小孩是不是有办法使他们会面 那个小孩就问他了 你还行不行啊 阿端就回答话了 勉强都行得的 于是小孩就将他扶起身 从南边开门走到出去 向西转到个弯 又穿过两道门 见到外边有几十毛阔的一片河花 花从平地上面生出来 河叶有上双草籽那么大 花朵大得好像白痴那样 落在花壳下的花板 都有成尺几那么厚 小孩把阿端引到来河花从中 他就说了 那 你就坐在这里等一会儿 说完就走了 过了一会儿 阿端远远见到一个很漂亮的女子 撥开河花走进来 他定眼向前一望 来者并非别人 正是晚霞了 两人相见又惊又喜 各自倾吐着别后的伤识之苦 又谈到一些彼此的身世 他们用石头将四边四面的荷叶 压回它 使到叶片侧卷过来 刚刚好就遮住他们 又将荷花板在地下很均匀地铺平 然后舒舒服服地坐在荷花的上面 两个人在那儿掃血冲前 而且还约定 又每天太阳落山的时候 相会 就这样他们分手了 阿端回家之后 病自然就好了 从那天之后 两个人每天都在荷花丛里头休会 隔了几天 大家都跟着龙王去和吾光望触手 拜员到兽就各部都回来了 就是留下晚霞和余银部的一个人 留下皇宫里头教母 一去几个月都没有消息 阿端就妄言若失 整个人好像失雲落白一样 只有蟹婆婆每天来往吾光王府 阿端就假托说晚霞是她的表妹 要求带她去希望能见一面 她在吾光王宫里头住了几天 宫里头这么未失严 晚霞想像一切办法都无计可思 阿端也只好败庆回去 是这样过了一个多月 又一天 蟹婆婆就回来 带着很悲痛的声调 哎呀 可惜 可惜了 阿端就很奇怪地问了 什么事啊 蟹婆婆 你快点说吧 蟹婆婆就说了 哎呀 晚霞头缸死了了 夏天一听 整个呆住了 眼泪水脱胱而出了 当着好悲痛的 把那个金冠扯烂她 也撕烂她的母耳 等等声直奔出去 想和晚霞一切射在水里头 但是江水就好像墨墙一样 他用头去撞 去碰她 但是无论怎么做都好 也捐绝都捐不进去 他想回去 有把山户和金冠都弄硬了之后 龙王实会判她重罪 于是他左思又想度来度去 硬是无计思量 急得全身都飘汗 瞒然间 他突然见到墙下边有个大树 他就攀登上去 慢慢慢慢就爬到上树顶了 最后他出来一跳 十声 竟然浮到水面上 他慢慢想不到这一下 他又重新见到人世 他飘飘荡荡游着水 一会儿就游到万岸 在那边上走到几步 突然想起娘来 就坐着一艘便船回家 回到震光 他走到自己的村 向四周围的房舍望下 哎呀 奇怪了 仿分 觉得好像隔了一辈子这么久 他慢慢走到家门 就听到窗口里头有个女主大声 哎 你的儿子回来了 哎呀,奇怪奇怪,那把声好像晚霞 一会儿,果然是晚霞和阿端的母亲一起走出来了 这个时候,两人又悲而起 而母亲又悲哀又疑惑,又很吃惊,又很欢喜 各种感情都一起涌上心头 原来晚霞在吴光府里头,觉得自己肚里头的婴儿震动起来 龙公里头的法律是很严厉的嘛 如果自己生起出来,一定要严糟毒打的了 便是这个时候,也没办法跟阿端见一面 他左思右想,于是就偷偷投赌光 投赌光之后,他的身子就浮了起来 在波浪之中浮沉了好一段时间 被一艘客船就救起了他 船家问他家住何方 晚霞本来就是苏州有名的妓女 落水死了之后,那些人都未曾找到他的尸体 现在他心想,再回去妓院受罪是不行的 所以他就回答说,震光圣掌的是我的夫家 船上的客人就跟他雇了船仔就送他前去 阿端的娘亲开始疑心,他是投错了人家 于是晚霞就将在龙宫的情况一说,盧泰宝这样才放心 知道盧泰宝又担心他年纪太轻 恐怕始终都搜不到卦 但是晚霞既孝顺言为,作为人家很谨慎 见到家里窮,就将自己珍贵的手机脱了下来 变卖了好几万两银子 婆婆见他毫无疑心就更加高兴 但是儿子不在,那怎么办呢? 怕有朝一日的申报三十个儿子来 亲戚和左连游你会不信的,那怎么办呢? 谁知就是这个时候,刚刚好就见阿端也回来了 晚霞这个故事就说完了 下面这个聊斋故事就叫做清我,还更加有趣 大家听上去就知道了 话说有个山西人姓霍就叫做宛 智康九,他老爸做过愿位,很早就死了 留下几个子女,当时霍缓年纪最小,之很聪明 十一岁多些,就被人牵着神童,中了受罪 但是由于母亲对他过分痛爱,平时不让他出门 所以到了十三岁的时候,还分辨不出伯啊叔啊,外生啊,舅舅啊 等等这些亲戚,怎么分都不知道 同村有个母亲,就很喜欢道顺 他入到深山修行,一去就没回来 那这个人就有个女儿,这个女儿就叫做清娥了 清娥的年纪才十四岁,生得很漂亮很漂亮 从小就偷偷阅读父亲的床书 心里头暗自羡慕何仙姑的为人 那他老爸去了修道,他就立即不再嫁人 母亲见那样,对他也没了办法 又一天,霍缓在大门口见到清娥 他虽然还是个小孩,不是太懂事 只心里头觉得很喜欢他 但是又说不出这是一种什么情感出来 于是他就把这个意思老老实实地对他娘亲说了出来 要娘亲找人去说媒,就是做媒人 母亲知道这件事办不到,就觉得很为难 霍缓心里头闷闷不落 母亲就不忍心压自己的儿子的心意 就托人试下向母家求亲 果然就被拒绝了 霍缓坐司又想,始终都想不到好招出来和清娥见面 啊,这么巧啊,有一堂 有个导师上门花园,手里头拿着一把铲仔 这把铲仔都不够一尺那么长 霍缓借过来看都说 问他这个是要来有什么用的了 那道士就说,我是采药用的工具来的 你没看他是这么小啊 但任你几硬的石头都可以作进去的 霍缓就不太顺扯了 道士就当时试给他看了 就用铲仔作墙上的石头 哟,不会说不是啊 这把石头一碰到锭仔 就好像豆腐一樣,一九九的跌下來。 嘩,霍媛大為吃驚, 只管拿著來玩就不肯放手, 道師就笑著說, 嘿嘿嘿嘿, 呵呵呵,公子既然喜歡他, 好了,我就送給你了。 霍媛一聽,高興得不得了, 拿錢來籌借這位道士, 誰知道道士一個崩都不要, 另轉頭就走了。 這頭再說霍媛把那鏟子拿回家之後, 幾次用他來試煮的鏟頭石塊, 都是一鏟就水,風利無比。 他心裡就暗自想, 嗯,如果在牆場裏作個咕嚕, 那就可以見到美人咯。 但是他並不知道這樣做是犯法的嘛。 半夜之後, 只見霍媛拿著把鏟從家裡跳牆出來, 他來到武家, 連你作通了兩棟牆, 才進入了來院。 只見小箱房裡還有燈火, 他就偷偷向裡頭一撞, 見青蛾正在裡頭射萬裝, 過了一陣, 關了燈, 什麼聲音都沒有了。 霍媛在窗下邊, 鑽開個洞, 從洞那裡就爬了入室裡頭。 青蛾這個時候已經睡得很軟了。 霍媛輕輕地脫下自己的蟹, 靜靜地爬上床去。 啊, 他又怕如果驚醒到青蛾的話, 自己必然會受到窄馬。 於是他就偷偷地趴在瘦臂的旁邊, 他覺得只要三尾聽到他呼吸的聲音, 心就已經很舒服了。 不過, 因為辛苦了半夜, 身體十分疲勞, 剛剛一睏眼, 不知不覺就睡著了。 這裡我們再說青蛾一覺醒來, 聽到上邊有鼻息的聲音, 覺得很奇怪。 青蛾睦開雙眼一看, 看到窗在下邊被人開了個洞。 有光線從洞到頭都進來, 他嚇到一跳趕快下床。 黑暗之中將丫鬟傲醒, 輕輕地開門出去, 拍著窗門叫醒了那些瀑虎。 大家點著火, 拿著木棍來到房間後, 發現一個幼小的書森, 真的在床上睡得很淡, 仔細走過去一看, 原來是霍緣。 大家拖了半天才拖醒他。 霍緣一下子站在身上, 眼睛睜睜睜, 好像流星一樣, 看他並不覺得什麼驚青的樣子。 真是臉紅紅, 一句話都沒有說出來。 大家指他是賊, 恐嚇他, 他才流著眼裡說, 我不是賊, 我什麼是賊, 誰是喜歡李嘉小姐, 要你跟他親近一下才來的, 你怎麼說我是賊? 眾人又懷疑這麼連續幾面場, 就不是一個小孩子能夠做得到的事。 只見霍緣, 除了一把小孩子出來, 將他的妙用說給大家知道。 大家拿過來一試, 就覺得很奇怪, 而心是神仙賜給他的東西來, 就準備去告訴夫人知道。 青蛾倒閉著頭, 想都想, 就好像覺得不太願意他們這樣做的樣子。 眾人看得出青蛾的意思, 就說, 你這個小孩子, 原來你就是好人家的子弟, 一點都沒有活育到小姐你, 不如這樣, 就將他放走了, 叫他再找梅忍來求婚。 啊, 你招倒我們, 就告訴夫人知道。 只要說不然的話, 由胡策進來, 這樣就算了。 小姐, 你認為這樣就好不好呢? 。 青蛾就並沒有答話, 大家呢, 就催霍媛你快點走啦。 怎知道霍媛就說要拿回那個鐵鏟仔。 他們都一起笑他說, 嘿嘿嘿嘿, 你真傻仔來的, 你還關於這件那個空氣嗎? 霍媛雙眼一睞, 看見枕頭旁邊有一條鳳頭猜, 就偷偷地把那條玉猜, 就濕到有個三袖籠裡頭。 啊, 無聊到早就被一個丫鬟見到了, 趕快告訴青蛾。 怎知道青蛾沒有出聲, 也不發怒。 有個白夜婆就拍照霍媛的頸子就說, 你們不要說她傻啊, 她雖然是年紀小, 知道這個人是很有心思的。 說完, 就拉到霍媛走, 依然用長翁道把她送出去, 離開了母家。 這次我們再說霍媛回到家, 就不敢把實情告訴母親, 只要求母親托梅隱去說親。 母親就不忍心, 說不答應, 就托到很多個無人, 想說快點替她靈敏一頭親事。 青蛾知道消息之後, 心裡就很著急, 就靜靜地打發她心腹, 向霍夫人透露自己的意思。 霍夫人聽到很高興, 又托到個無人前去。 這個時候, 剛剛好有個丫鬟, 將霍媛偷偷轉入小姐歸房的那件事, 撕漏了出來。 母夫人一聽, 生氣到什麼樣子。 認為這是其次大辱的事。 梅隱一到, 就激起她的火了。 她用拐杖捉住地上, 還大罵霍媛, 連霍媛的母親都一起罵了。 梅隱見這樣, 不怕就假了, 不怕就逃跑回霍家, 將這些情況詳細說了一通。 霍夫人很久就說了, 哼, 這個不善氣的事, 她真是做的好事, 連我都蒙茶茶。 母夫人她也是, 又怎能用這種無禮的說話來罵我? 她既然知道這件事, 為何不將她們都一起殺了她? 從此之後, 霍夫人逢人就說出這件事來, 傳下傳下, 就傳到青蛾的耳仔裡頭, 當然醜到死了。 母夫人亦很後悔, 但又沒辦法封住霍夫人罷口。 對了,各位, 這件事怎麼收課呢? 明天就說了。 幼稤是從綠色的每目裡面美 tradition 我公保, oni妳是有年的 transc進去哪? 我進來格說了很多時候,